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命令 重點是命令 我命令中國所有的地區 即日起全面下降 所有跟本人有關的 任何的音樂歌曲 還有本人肖像之 有關的一些內容物 未來在台灣所有 中國企業的通稿 本人通通一概都不接 各位 這個是今天 周子瑜事件風波之後 第一個跳出來 做這麼強硬聲明的藝人 對 沒有錯 我想這個施文斌 確實有他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立場 而且有他自己的一個想法 他人民幣都不要賺了嗎 對 那當然有其他網友 我立刻說 因為他是台語市場 中國民眾對台語市場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說 施文斌的一個舉動 我覺得他確實是夠有膽的 那為什麼大家這麼多的藝人 要前撥後繼到中國大陸 去做這樣的一個演出呢 簡單來說 市場大 規模大 酬勞也很好 去印象 這個是中國非常火紅的 一個歌唱節目 我是歌手 你有沒有看過 是 愛看 大家很愛看 而且我們看 我們就盯著台灣的歌手 做怎麼樣精湛的演出 對 沒錯 這是最新一季的歌手 對 八位參賽者裡頭 有三位就是來自台灣 是 造船新樂壇的信 還有我非常喜歡的 拉拉徐佳瑩 對 為什麼他們都要去 就是我剛剛講的 身價可以翻好幾番 如果你真的夠紅的話 是 以這個齊情來說 之前在台灣也非常非常的火紅 對 她光是上我是歌手的通告費 天啊 一級高達一百萬台幣 好美 跨過一個黑水溝 杜金杜三成 坦白說 台灣一級製作費 給她十萬塊 我相信很多人都出不起 那更不要說林志炫跟楊真偉 也許她的通告費沒有這麼多 一級是四十幾萬的一個情況 可是因為她們在我是歌手 表現非常非常的夯 露臉了 露臉了 而且中國民眾更喜歡她 所以她們的商演的行情也是 雙倍 從原來的七十萬變成一百四十萬 林志炫 那個美聲歌王在台灣 很會唱歌 大家知道台灣怎麼有這個價 完全沒有這個價 所以對很多台灣的歌手來說 中國大陸市場就是大麻不去 真的是不行 她們確實有她們不得不去的一些壓力 好 就像剛剛跨完年 那台北 台灣的跨年有 謝金燕成者 對不對 對 可是很多觀眾朋友就說 好奇怪 我好喜歡的Jolie 我好喜歡的SHE 偷懶嗎 怎麼不見了她 對 她們到哪去了 她們去了 江蘇衛視舉辦的跨年演唱會 光是Jolie超誇張的15分鐘的主曲 給了多少錢 300萬人民幣 折合台幣1500萬 等一分鐘賺了150萬台幣 所以人民幣當前真的 好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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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憐